大家好,现在是莫隆达瓦的早上午点半 我今天要做一个将会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我计划了三天的旅行 但是在大海上面漂流 我将要开启非洲的亚马逊之旅 而且我乘坐的小船是如夏图 那个像香蕉一样的一根木头制成的这种小船 现在才五点半,我还没有醒 整个行程是人力的 因为我昨天谈了好人力帆船 这个人力帆船比这个机动的要便宜很多很多 人力帆船的价格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的 我要去体验一下海上的鲁冰逊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危险性的 因为这个小船啊,等会大家会看到 这个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但是如果一个大浪的话可能就把我先翻 船长约的是早上五点半过来接我 我们六点钟出发 给大家看一下还是挺美的 出发了 船夫很守时的到了 只用了一分钟 我们要穿过这一片非常美丽的酒店 走到一条小路 从这个酒店穿过来 不过这里的酒店都不是很贵啊 哎呀,看看他的船在哪里长什么样 哇,好漂亮啊,看 就像那个印尼巴厘岛的感觉啊 三天的水上飘啊 我现在看到大海之后 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毛毛的 因为他这个船夫非常虽然非常有这个经验 但是我要在海上飘三天 看 然后把我的全部身家行李都带上了 我要在这个岸边住两晚 然后我还没有看到他的船 我的船夫头也不回了 在前面走啊 我已经被远远的拉在后方了 啊,还有人在锻炼哦 我看到你的奴隶了哦 我的天哪,我看到我的船了 给大家看有多么的小 现在开始撑这个船帆啊 已经有渔民陆续出发捕鱼了 给他们起个名字 船长叫熊大 这个大腹叫熊二 这个熊二你看他的这个肌肉很健壮啊 这个身强体壮 一定是一个好帮手 I give your name 啊 Chinese name 熊大 熊大 熊二 It's a good name Every Chinese children like it 啊,小玉浩 小玉浩马上就要出发了啊 昨天去市场上采购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多久会到 中午能不能吃到这个午饭啊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到了有海鲜大餐等着我啊 老铁们你猜会不会遇见海盗啊 因为这里是莫桑比克海峡 靠近莫桑比克 然后再再过去上方就是 索马里 但是没关系 我有熊大熊二的保护啊 我会安全抵达了 你看现在那个熊二 人家换衣服 这个身材真的不赖啊 我刚刚一直在研究我 我应该可以坐在哪里 但我看了半天啊 我觉得我可能只能坐在那个杆杆上面 七个小时坐在这里 OK OK 我的天啊 我的屁股啊 阿姐它没有安全带啊 会有些晒还有海风的吹 我一直犯了一个错误啊 我以为这个船是两边都有浮力的木头 到现在才发现只有一边有 然后它整个船体和这个木头啊 还有帆布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个应该是在航海之中 可以达到这个稳定的效果啊 现在这个熊二把这个船翻 哇升起来了 哇 这是熊大的老婆 还是熊二的老婆啊 这是我们一条船的 我们要脱架带口一起出去玩了 然后看到他们拿了这个救生衣 带了两个孩子 过来只是给我们送行李的 这个小胖姐太可爱了 留着性感的包大头 sala m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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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这个船可以躺着的 结果是只能坐着 我想到了那个咱们以前小时候学的 课舟求见啊 如果拍摄过程中我的手机掉在水里啊 我就在这个当时船的位置课一个印记啊 等我到岸了之后我再下去捞 现在熊二把这个绳子绑住这个帆的尾杆 迎风而上 现在这个浪好大 感觉这种小船突然容易进水 一个浪先过来就很有可能进水了 然后现在我们往这个大海深处 哇 感觉今天到了之后我要湿透了 有点小怕 这个浪太大了 这个船是没有任何遮挡的 很容易被掀翻 一个浪过来我的裤子湿了半条腿 然后他们都穿的这个短裤很方便 现在这个比海岸现在越来越远了 我们现在已经滑行一个多小时了 真的是海上漂流季啊 太晒了 现在才早上的七点多 太阳已经很强烈了 但是我们这个以那风一路往前 没想到海上比陆地上还要感觉更热一些 这一片西海岸区域是可以有机会关到金鱼的 所以每年的4月到10月份也是最佳的关金季节 我小摊贩的地方还有卖那个鲨鱼阿尺 我现在开始做我的海上冥想 因为在这个海上面一望无际的水啊 只闭上眼睛享受这个海浪的轻微的颠簸啊 与这个海中的轻轻水面是非常舒服的 可以放空自己 来一次深度的海上渔家冥想 一望无际的大海 什么都没有 现在连别的船只都没有 其实有时候人需要放空自己 给自己一些时间 不与社会有任何交集 不与任何人有任何瓜哥 现在对于人们来说压力非常的大 很多人其实也没有时间去 有时间放松下来 本来想的这次的海上体验应该是非常的受罪啊 然后我坐的这个船也非常的艰苦 然后我这个板板 现在我的屁股已经很不舒服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另外的一种体验感吧 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 只是静静的坐着 这也是另外一种享受 它这个整个船身啊全是木头组成 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他的主要物件 连这个木头啊都是你看 长年磨的已经破皮了 然后这里还能明显看出是什么木种啊 还有这个木头的外表皮 然后它这个非常的聪明啊 给你给大家进处看一下 进处看一下它这个交接的地方啊 还是用木头 所以非常的聪明啊 其实这个人力的这种滑行方式啊 没有那个激动的嘟嘟嘟的声响 就让这个大海更安静一些 其实人类发展到今天啊 已经非常发达现代化了 很多国家也都使用这个机械化工作 包括这个农耕也好 还是这个上天下水都是可以机械化的 但是也多了更多的麻烦 虽然咱们那个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但是像比如说车祸啊空难啊 这个各种交通事故也非常的常见啊 在这个飞出很多国家其实并不发达 结合了这个人类的智慧啊 还是沿用了以前的一些传统的这些设备啊 是非常直接的人类智慧 这个大自然更协调的一起共同发展 因为像这种人力船的话 它并不破坏这个海洋的环境啊 非常的环保 因为它没有这个排污 没有这个对于大气的各种污染 虽然它的这个速度慢一些啊 但是它这个非常的环保 这个环保人士啊 他们就是强烈希望大家能够爱护咱们这个地球 我走了很多国家的再生利用啊 做得非常的到位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护这个地球的责任 因为我们走过了很多漂亮的地方啊 希望它一直存在 还不希望它消失 在马达加斯家其实有非常多的物种 正在濒临灭绝 正在灭绝 是因为现代人们对于土地和房屋的需求 在不断的砍伐森林 导致于这些稀有的生物啊 没有这个立生之地了 就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放在动物园 大自然共同存在的这些生物啊 逐渐消失以后啊 其实我们的后代有可能这个博物馆的标本里面见到它们了 其实是非常可惜 其实咱们现在咱们国家对于这个 废物利用啊 废物改造啊 做的也非常的越来越好 因为包括咱们那个再回收呃 再造能源 其实各方面都在逐步的发展 对于各方面污染物的处理啊 这个技术水平也在提高 其实还是非常敬畏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